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版复印以来 已经历四个月 承蒙老法师慈悲推荐 各地佛门同修流通踊跃 印制份额很快告庆 趁此再版之际 编者将书中书物之处尽力修改 于念工提及知人物 事件乃至地名等 竭力搜集参考资料 以及于教理重要处旁征博引 希望能帮助读者 更好的理解内容 渗入义趣 以获得实修实证之意 为令读者阅读时更加顺畅 尽将出版内文中的 编者案三字予以省略 只留所案的内容于阔弧内 正如本书编辑说明中所解说的 阔弧里的字都是编者所加的 阔弧外的字才是念工的原话 因此略去编者案三字 不但对于阅读理解方面没有影响 而且能免去此三字 所造成文艺中断的感觉 这种效果在制作有声书时 会特别显著 念工不仅博通 佛门的禅 教 律 密 敬 各宗 而且国学造诣也很深厚 因此随口拈来的词语 往往都有典故 不能等闲逝之 为了不错过老人家所要表达的重要讯息 编者努力从各方面的文献 发掘相关资料 赋予注释之中 用以补充念工未及严明的意志 由于这些注释的分量比较大 所以一到每一章节 每一拜的后面 以便查索 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 对于念工的精湛学问 与实修功夫 欲加佩服 对于下连居老居士的真实成就 欲加肯定 对于佛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清净 平等绝经 与静修节药 报恩谈的信心 也欲加坚定 对于 持明念佛法门 之妙法光明 能令一切众生 消除自身痴暗 而得志大安乐 之究竟方便 更为坚信不疑 对于十方诸佛 共同畅演 弥陀大法 之出世本怀 欲加感恩戴德 编辑终了 赫然发现 获益良多的 首先就是编者自己 因此 也欲加肯定 只要读者诸君 用心体会 所加注释的义趣 对于念功的 报恩谈 应当会有 更加深刻的气会 此次再版 锦家附录两篇 附录一 是黄念祖老居士 宣读于 第三届 中日佛教学术 交流会议的 一篇演讲 以显示 无量寿经 及华言 及禅 及密 一切寒灵 依此 度脱 附录二 是静宗 历代祖师 略传 乃位响应 念功的呼吁 将谈鸾 道措 二位大师 列入 静宗诸祖 本次 再版的同时 也做出简体字版 父子流通 并提供需要的同修 字形复印 但是 必须在此声明的是 希望 翻印者 按照此简体版的原样 进行印制 请勿 上改 本版的文字用法 等内容 与出版类似的情况是 再版的过程 也是经历 一番周折 坎坷 才完成 由于时间 与人力有限 尽管编者 已经全力以赴 殊武之处 仍在所难免 近期 十方大德 忍者 不吝 批评 指教 无限 感恩 公元 2015年7月 香港 佛陀教育协会 紧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を承own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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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